大家好,这里是细品岁月 我原以为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忠心耿耿 甚至是美色当头都不为所动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别说美色了 就一个保姆都可以让她神魂颠倒 不分黑白地出轨了 我的丈夫出轨保姆后 保姆意外怀孕 婆婆欢天喜地以为 可以迎来大孙子了 可是只有我冷哼地笑着 我老公根本没有生育能力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来的 杰凯哥哥 坏死了 你要对我负责啊 凌晨三点 我微微睁开眼 动了动身子 主卧大床上只有我一个人 清冷无比 而隔壁的房间 却传出一阵阵 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 我的老公傅杰凯 正和他相下来的同学 颠笼捣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 三个月前 老公的同学杨瑶瑶 从老家来市里找工作 因为没学历 没技术 没经验 到处碰钉子后找上了老公 求我们收留他 愿意无偿当我们保姆 只要肯给他一个房间住就行 我本不同意 可经不住老公的软磨硬泡 勉强答应了 谁知竟是引狼入室 一开始 杨瑶瑶表现很好 做饭 打扫卫生 洗衣服 手脚勤快 干活麻利 对我也是毕恭毕敬 嫂子长嫂子短的 忙碌了一天的工作 回来有这么一个人 干家务也确实省心不少 上周二 家里的公司要和香港企业谈合作 老爸派了我去 谈判出乎意料地顺利 原本定得周一返程 提前一天变成了周天 我兴奋地回家 想象着老公看到我惊喜的模样 我和老公傅杰凯 大学相遇 一见倾心 坠入爱河 毕业便走入了婚姻殿堂 原本老爸并不同意 我嫁给这个穷小子 认为两家差距实在太大 门不当户不对 以后吃亏的是我 奈何我一味坚持 加上傅杰凯此人着实优秀 成绩斐然 能力突出 而且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这才答应我们结婚 并全款为我们买了婚房 婚礼一切费用也都是 由老爸掏腰包 而老公家里分文未出 只有婆婆一人来参加了婚礼 彼时的我觉得友情银水宝 别的都不重要 我高兴地按了一下指纹 低的一声 门开了 只见老公和杨瑶瑶抱在一起 房间里两人的衣服扔了一地 轰的一声 我的头炸了 愣在原地 看见我进来 两人也拒势一愣 首先反应过来的是杨瑶瑶 立刻从我老公身上起来 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 嫂子 都是我的错 不怪杰凯 是我勾引他的 他只是喝醉了 把我当成了你 把你当成我不看看你自己的样子 你也配 傅杰凯 给我一个解释 转身进入主卧 老公急忙跟着过来 老婆 我只是喝多了 原谅我好吗 你的酒量一向很好 再说 真的喝醉是不举的 你当我傻吗 此刻看到老公 我心里就泛起了恶心 老婆 我错了 就当我鬼迷心窍 朱油蒙心 我发誓 再也不会了 让他马上滚 在我眼前消失 再也不许进这个家门 我气愤地说道 不要嫂子 嫂子 你行性好 让我留下来吧 卧室门突然被打开 杨瑶瑶急忙跑进来 我自小父母双亡 跟着老家亲哥嫂生活 家里嫂子容不下我 冤枉我偷钱 硬是将我打了出来 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嫂子若是不留我 我只有一死了之 杨瑶瑶说着就要向旁边的墙撞去 被我老公一把抓住 老婆 瑶瑶真的是走投无路 才来找我们的 真要念她走 她怕是会走上绝路 老婆 你最善良了 再给她一次机会 让她留下来好吗 再说 她在这里 我们俩都不用做家务 生活会更舒适 老公哀求地说着 看着杨瑶瑶跪在地上 哭得声泪俱下 我也怕她真会寻短见 到时候闹得不好收场 一时心软丢下一句 好自为之 下不为例 就走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 我总是感觉困困的 没有精神 每天晚上 不到九点就会睡着 第二天早上还是感觉睡不醒 老公说我可能是 前段时间出差累的 多休息几天就会好 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又是晚上 老婆 把牛奶喝了 瑶瑶刚给你温好的 好的 放那儿吧 突然我脑子里灵光一现 不会是这每天必喝的 牛奶有问题吧 趁老公不注意 我偷偷去主卧 卫生间将牛奶倒掉 并告诉老公牛奶已经喝了 现在想睡觉了 好 老婆 你安心睡吧 我帮你关门 老公关上门就走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九点了 前几天这个时间已经睡着了 今天却没有睡意 看来牛奶真的有问题 这对狗男女竟然给我下安眠药 我躺在床上 怕老公突然进来 假装睡觉 却十分留意外面的动静 九点半 隔壁卧室 开始有声音 杰凯 他睡了吧 嗯 杰凯 你这个媳妇竟然还想着不生孩子 做丁克 这样你们老妇家岂不是要绝后 真不知阿姨当初是 怎么答应你们结婚的 阿姨说本来我才应该 是你们家儿媳妇 也只有我才知道你要什么 还说让我给你生个娃 好让伯父在地底下安心 杨瑶瑶心有不甘 又莫名自豪地说道 这是什么鬼对话 我继续听了一会儿 才明白原来杨瑶瑶根本就 不是老公的同学 而是早些年 家里给他订的娃娃亲 结婚五年 我一直没怀孕 此番前来 是婆婆受益的 让杨瑶瑶找老公怀个孩子 回去好让老妇家后继有人 震碎三观 隔壁动静越来越大 两人不知羞耻地继续着 我却再没有睡意 真想立马冲过去 撕烂这对狗男女 竟然利用我的心软善良 把他耍得团团转 岂有此理 但理智告诉我 不可以 不能打草惊蛇 没有全盘的谋划 不要轻举妄动 凌晨四点多 卧室的门被打开 是老公进来 他和杨瑶瑶折腾到半夜 又回到了我们床上 大手从背后抱住我 我的内心恶心至极 肮脏的男人 和别人运动完 又回来假装陪我睡了一晚 想到他的手触碰过别的恶女人 他的怀抱抱过别的女人 他的嘴也亲吻过其他女人 我就克制不住犯偶 第二天 老公照常去上班 杨瑶瑶出门买菜 趁着家里没人 我在各个房间里 都安上了针孔摄像头 才驱车去了公司 晚上 杨瑶瑶又照常给我准备了牛奶 这次我没有倒掉 而是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封袋里 密封好冷藏起来 然后假装睡着 同样的时间 我从手机监控里看到 这对狗男女又开始运动起来 我索性关了监控 洗洗眼睛 准备睡觉 接连几天都是差不多的套路 难道女昌 这两人真是精力旺盛 我把每一天的牛奶都密封冷藏好 交给了我的闺蜜乔悠悠 让她帮我化验 很快悠悠就给了我答案 第西盼 就是我们俗称的安定 而且剂量越来越大 我让悠悠记录好所有的化验结果 并保留好样本 以背后用 而在老公面前 一直假装不知道 她和杨瑶瑶的计划与苟且 几天后 我刚想出门 却和突然从老家 来的婆婆撞了个满怀 她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说 顾雅 妈看你怎么瘦了 是不是杰凯那小子欺负你了 尽管和妈妈说 我替你收拾他 婆婆一副通情达理的慈母样子 要不是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 真的会很感动 婆婆张梅花是一名乡村老师 公共在傅杰凯七岁那年 突发疾病去世 婆婆此后未在结婚 独自一人将傅杰凯抚养长大 吃了很多苦 妈你怎么突然来了 杰凯她对我很好 还找了个保姆料理家务 我违心地夸赞着 当说到保姆二字时 我明显地看到婆婆眼中 有一丝慌乱闪过 那就好 妈年纪大了 想你们就来了 只要你们俩和和美美的 快点让我抱上大孙子 我心里就踏实了 婆婆装模作样的 摸了两下自己的胸口 放心吧妈 时间不早了 我该去上班了 午饭你和瑶瑶吃吧 公司有事我就不回来了 看着她虚伪的面孔 听着这些伪善的话语 我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找个借口赶紧出来 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给她 制造和杨瑶瑶独处的机会 看她们又在憋什么坏 我到了公司 一进自己办公室 就赶快打开手机监控 只见婆婆慵懒地 半躺在贵妃与沙发上 杨瑶瑶则像伺候老佛爷一样 给婆婆垂背捏腿 端茶送水果的 杨瑶瑶谄媚的样子 活脱脱像是 老佛爷身边的小奴才 我调大手机音量 听听她们在说什么 伯母 人家好委屈呀 本来我才是您的儿媳妇 我和杰凯哥哥上高中 就有了夫妻之时 什么 我竟然不是老公第一个女人 她上高中就和女友在一起了 大学时竟然说我是她的初恋 傅杰凯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我不知道的 瑶瑶 伯母也一直拿你当儿媳妇看待 谁能料到杰凯大学时候 遇到这个女人 她还非扒着杰凯不放手 要不是看顾雅家条件不错 能给杰凯帮助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他们结婚的 婆婆提到我的时候 一脸嫌弃的样子 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 伯母 那个不会下蛋的鸡 好几年也没杰凯哥 生下一儿半女的 所以伯母只能指望你 快点和杰凯要个孩子 让那个女人滚出这个家 她仗着娘家有能力 总是压杰凯一头 想要孩子吃人说梦 这两人大概都不知道 傅杰凯有无经症 就连老公自己也不知道 婚检时我就知道了 医生说治不好 怀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让我慎重考虑 那时候的我 深爱着老公 怕他知道了伤心 干脆直接把报告单藏了起来 并告诉老公 我们两人都很健康 报告单被我不小心弄丢了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怀孕 不管是谁问起 我都一直打着哈哈 不想要 太忙了 没做好准备等等 各种理由替老公遮掩着 老公也从未怀疑过 是他自己的问题 没想到这两个恶毒的女人 竟因为这个要将我撵出去 就凭他也想揪战雀巢 做梦 既然你们那么想要孩子 好 我就给你孩子 如你们所愿 我拿起手机给乔悠悠打电话 把我的要求给他说了一遍 好的 呀 这是包在我身上 这段时间 悠悠一直在帮我调查 杨瑶瑶的所有 很快 乔悠悠就找到了 杨瑶瑶的前男友牛男 听牛男说 当年我跟老公结婚后 他和杨瑶瑶就谈起了恋爱 后来是杨瑶瑶嫌弃他穷 便和他提出了分手 悠悠和牛男说明了任务 并把他包装成一个 突然报复的有钱人 还给他租了一辆 名贵跑车和一座豪华别墅 让他去追杨瑶瑶 承诺事成之后给他五十万元 作为报酬 牛男当然乐意效劳 能免费体验有钱人的生活 还能报复穷的前女友 最后还有一笔丰厚的报酬 想想就觉得开心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借口出差都没有回家 一来不想看他们演戏 二来 他们所有的动向 我都能掌握 在杨瑶瑶买菜的必经之路上 牛男将他拦住 展开疯狂追求 说他一直深爱着杨瑶瑶 没有杨瑶瑶的日子 即使现在再有钱 也觉得了无生去 各种花言巧语 糖衣炮弹 轮番上阵 杨瑶瑶是个胸大无脑的女人 又有着密之自信 她并没有过多考量 事情的真实与否 就沦陷在牛男的温柔箱里了 很快 杨瑶瑶开始借口买菜出门 被牛男用跑车载着去别墅偷欢 且每一次运动都被牛男露了下来 突然一天 杨瑶瑶拿着两条杠的验韵棒 兴奋地在牛男面前晃悠 南哥 人家怀了你的孩子 快点娶我好不好 给孩子一个名分 没问题 瑶瑶 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 我也能给你摘下来 当然 之后牛男再也没有出现过 杨瑶瑶用尽所有的办法 都找不到 牛男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杨瑶瑶甚至怀疑是 自己做的一场梦 但孩子却是真实存在的 她只能继续待在婆婆身边巴结着 有一天 我从监控中看到婆婆无意间 发现了杨瑶瑶的验韵棒 瑶瑶 你怀孕了怎么没给我说呢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哈哈哈哈 婆婆喜不自胜 杨瑶瑶一脸苦笑 借颇下驴道 是的 伯母 还没来得及和您说 想给您个惊喜呢 真是脸皮厚笔城墙 接着婆婆摸起手机 就给老公打电话 儿子 瑶瑶怀孕了 我们父家终于有后了 你真是太能干了 婆婆兴奋极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家 真的有皇位需要继承 我在监控里听不到 老公在电话里说的什么 但是不一会就看见 老公出现在客厅里 这时专门从公司赶了回去 他抱着杨瑶瑶 兴奋地转圈圈 冤大头 你就乐吧 有你哭的时候 听到杨瑶瑶怀孕的消息 很快老公就给我拨打了电话 顾雅 我们离婚吧 瑶瑶怀了我的孩子 我不能让他没有名分 刚才在监控里 看到老公有多高兴喜悦 这会就有多冷酷无情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我还是被老公这个态度伤到 老公 你不是说那次你是喝醉了吗 你不是保证再也不会了吗 你们竟然又搞到一起还有了孩子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们恩爱多年 我家里也一直帮你 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 我半真半假地控诉着 不要说了 瑶瑶爱我 也愿意给我生孩子 不像你这么多年 一直怀不上 还有我在你家人面前 总有种养人鼻息的感觉 我受够了我是个男人 需要被尊敬 被仰视 被人需要 我们附加三代单传 这个孩子一定要有名有分 你快回来 我们把离婚办了 别耽误我儿子认祖归宗 说完 就无情地挂掉电话 傅杰凯 你婚内出轨 离婚还得让我乖乖 回去配合你想得美 你是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我就是不回去 你能把我怎么样 接连几天 我都没有回去 傅杰凯急了 找到公司来 一进门就扔给我一份离婚协议 这是我你的离婚协议 家里所有的动产不动产 你我一人一半 从此一拍两散 再无瓜葛 傅杰凯态度冷漠 完全没有一点夫妻情分 傅杰凯 我想你是忘了 房子是我爸在我们婚前 全款买的 这属于我的个人财产 你是分不到一丁点的 你傅杰凯气得脸通红 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反驳 只能吃瘪咽了回去 好 除了房子 剩下的我们均分 没问题就签字傅杰凯说着 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另一份的协议 原来第一份协议是用来炸我的 就想着我不研究法律 任他糊弄 这就是我爱了多年的男人 当初真是瞎了眼 傅杰凯 你婚内出轨 还和小三有了孩子 我本该让你净身出户 但是你也知道 一来我不想与你这个 恶心的男人纠缠 二是本小姐我不差那点钱 就当是喂了狗了 我拿过协议 大笔一挥 随手就签上了字 哈傅杰凯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和老公正式办理完离婚后 开始启动我的下一步计划 但是还不到发作的时候 我在等一个契机 让老公身败名裂 多年努力尽毁 我们离婚后 傅杰凯用分道的钱财 置办了一套新房 迎接他心爱的女人 很快 杨瑶瑶生了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 傅杰凯和张梅花乐坏了 精心准备 把老家的亲朋好友 还有这里的同事 领导等都请来 要大摆满月宴庆祝 这正是我要的契机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就绪 就等这一天了 满月宴设在锦江之星 本是最豪华的酒店 傅杰凯也真是下血本 还包括了最大的一个厅 各种鲜花蛋糕 气球 漂亮装饰等等堆砌了一屋子 大屏幕上还循环播放着他们 一家三口的温馨照片 气氛烘托得非常到位 在宾客面前赚足了面子 杨瑶瑶也沉浸在这美好之中 突然大屏幕一阵黑屏 人们开始诧异 问怎么回事 傅杰凯站在屏幕前方解释道 可能线路有点问题 大家 话还没说完 只见大屏幕上开始播放着 牛南和杨瑶瑶疯狂苟合的画面 看到这一幕 杨瑶瑶尖叫一声 疯了一般的想冲上台却被我 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保安拦住了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 都看到他的真面目 让所有人都知道 小三的下场不会好 全场宾客一片哗然 傅杰凯一看脸都紫了 刚想解释什么 画面又被切换了 是杨瑶瑶说怀了牛南的孩子 让牛南娶她的一段视频 看到这个傅杰凯 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他这才明白 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而孩子根本不是自己的 他就是个冤大头 替别人养儿子 还没从这个震惊和羞耻中 反映过来 大屏幕上又变了 是关于牛奶被添加 安定的检验报告 受害者是傅杰凯前妻 而失害者是谁 满堂宾客议论纷纷 矛头都指向傅杰凯和杨瑶瑶 荒唐荒唐大家不要看了 都是假的假的 傅杰凯开始歇斯底里 语无伦次 还没喊叫完 屏幕上的信息又换了 这次是一组数据 显示傅杰凯在公司挪用公款 职务侵占 泄露公司机密等 各种行为的调查结果 大厅里的宾客讨论声都快沸腾了 这一群来吃习的 变成一群来吃瓜的 这还不算完 突然 大厅的门被打开了 进来几名警察同志 傅杰凯 杨瑶瑶 我们接到举报 你们二人涉嫌参与 多项违法违纪活动 请你们二位配合我们调查 此时的杨瑶瑶早已吓得不成人样 就这样他们两人被带走了 只剩下满屋子的吃瓜群众 以及溃败的像疯子似的前婆婆 张梅花 我总算输了一口气 尘埃落定 终于让恶人受到该有的惩罚 那对狗男女最终的下场 我已不想太在意 相信法律会有最公正的裁决 雨过天涯 我终于可以安下心来 过自己的生活 这天我刚要下班 办公室里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就是我的前婆婆 张梅花 顾雅 都是你在幕后操纵的对不对 张梅花一进门 就指着我的鼻子开吼 张女士指的什么 我身体厚痒 舒服地倚在豪华的办公椅上 云淡风轻地问出口 我儿子如今已经身败名裂 一无所有了 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搞鬼 是不是满月宴上 那些视频都是你放的 张梅花看月说月气 手指不停地哆嗦 要不是我 你们还在替牛腩养儿子呢 哈哈 真可笑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你们娘俩不应该感谢我吗 我摆出一副做了好事 却不得理解的苦恼表情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你的宝贝儿子傅杰凯有无精正 是根本不可能让人受孕的 我又补一刀 你胡说我儿子这么健康 怎么会有无精正 你这个不会下蛋的鸡 自己怀不上 还怨男人 你这个毒妇 张梅花已经快要抓狂了 我不紧不慢地从抽屉里 拿出婚检报告 摆在前婆婆面前 张梅花毫无素质地一把 将报告夺过去 怎么会这样 杰凯一直很健康 怎么会是无精正 张梅花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张梅花 整理了下震惊与愤怒的情绪 稍微冷静下来问道 这是婚检报告 领证前就知道了 医生还劝我慎重考虑这桩婚姻 因为老公能让我受孕的概率 几乎为领我悠悠地说道 那时候我深爱着傅杰凯 哪怕一辈子没有孩子 也要嫁给他 还怕他知道了伤心 自己偷偷把报告藏了起来 回想起往日甜蜜的时光 如今却是物是人非事是休 我不禁感到无限唏嘘 这些年 我为了维护他的尊严 不管是谁提起孩子的事 都被我打岔过去 只是没想到我自己的 一片真心喂了狗 被你们三人如此算计 我自嘲地笑道 雅雅 是杰凯对不起你 我代他向你道歉 你人脉最广了 帮帮他好吗 也只有你能救他 前婆婆没了刚才的气势 哀求地说道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行性好 再帮这个男人一次 不然他真的要坐牢的呀 张梅花说着 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我的内心有一瞬间的动摇 毕竟是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 可是转念一想 也正是这个我 掏心掏肺对待的男人 对我满口谎言 下安眠药 在我家买的婚房里 堂而皇之地出轨 还计划着将我赶出去 让小三上位 伤害就是伤害了 如果道歉有用 那要警察干嘛你起来吧 傅杰凯 我是绝不会救的 我坚定地说完 转身就离开 张梅花猛地起身 对着我离去的背影 大声喊道 顾雅 你这个冷血毒妇 见死不救 我会让你后悔的 不光不救他 我还得给他 点点猛料过去 铁窗之下 傅杰凯像一头困兽 失魂落魄 面目猙獰 再没有往日的风采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傅杰凯一开口 声音里满是疲惫 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也对 任谁一股脑遭受这么多打击 也会承受不住 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并未回答他 你怎么知道那个 贱女人和牛男有染的 傅杰凯调整了一下 不舒服的椅子 问道 因为牛男 是我安排的 你 你这个疯女人 傅杰凯气得双拳紧握 而我只是平静地看着她 未被他愤怒的情绪影响到 那你怎么确定孩子是牛男的 不是我的傅杰凯情绪淡定了一会 继续问道 因为你有无精症 根本不能让女人怀孕 信口雌黄无稽之谈 傅杰凯刚刚平静下来 又被我短短几个字 击得额头青筋抱起 我内心毫无波澜地拿出婚检报告 傅杰凯惊呆了 那时你就知道 为什么还会选择跟我结婚 因为那时 我爱你 心甘情愿我平静地吐出这几个字 傅杰凯突然有些心松 身体猛地往后移在座位靠背上 抬头看着天花板 双手捂住脸 两久 我看见有泪痕从她眼角滑出 我起身离开 快要走到门口时 听见了一句微弱的对不起 从墙角传来 我徒步回家 想要感受一下这温暖的春风 看看争齐豆艳的花朵 听听鸟叽叽喳喳的叫声 我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大自然了 压抑了那么久的心急需 这些美好事物的抚慰 快要到我家小区 突然从转角窜出一个人来 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这人用一把 尖锐的短刀划伤了胳膊 接着鲜血鼓鼓流出 我忍着疼痛 立即抓住她的手制止她 才发现这人竟是傅杰凯的妈妈 张梅花 顾雅 你这个毒妇 把我儿子害得这么惨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你儿子是自作自受 就由自取 关我什么事 就是你 害了我儿子 他是我们傅家的毒苗 现在前途近毁 他是我唯一的希望 哈哈 完了 张梅花开始语无伦刺 激进疯癫 但手上的力气却非常大 我拼尽全力反抗他 却见他就要将短刀刺向我胸口 我的手越来越支撑不住了 短刀已经抵在我的衣服上 眼看着就要刺入胸口 我的冷汗直流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忽然从拐弯处过来 一只剑步走队伍 声势浩大 男男女女好多人 他们见状立即跑过来 夺走张梅花的短刀 将我们俩拉开 并帮忙拨打了110和120 感谢剑步走成员 真是一群可爱的人 要不是他们 我说不定真就没命了 以后我也要加入他们 接着警车和救护车相继赶到 我被救护车拉走 张梅花被警车拉走 一南一北朝着两个方向奔去 傅杰凯 杨瑶瑶 张梅花这三个名字 从此在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 那些让我难受的无数个夜晚 也终将会一去不复返 我会把那些人 那些事都忘记 就当是美好生命里的小插曲 乌云遮不住太阳 再重的阴霾也终究会散去 人总要往前走 学着和命运和解 重新拥抱这美好的世界 为了我爱的和爱我的家人 开开心心过好这一生 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 这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情 我反而觉得因为这个女人的事情 让我看清了这个家庭 无论是对于现在的我 还是以后的我来说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以后的路只为孩子和自己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